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道八华喀玛巴 敬礼图登当二级上师 我们敬礼坦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慈大悲万世音菩萨 师母 当真感受 图登西地 图登卡玛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主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臭干 心臭干 爱捨てる 爱捨てる 想念 想念 オラミコ ケケロモチョ スコイン ニチワ キモチ チュウミ キヤビ 就在等 就在等他念这一句 今天我们是修观世音菩萨 本尊华 观世音菩萨它有非常多的法身 我们知道的那个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还有我们上回传过的圣观音 另外也有白衣观音 这个 池子灵观音 南海观音 宜南观音 很多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叫千百亿化身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是最广 最大 那么它在 佛国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是西方三圣 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是西方三圣 在藏地 这是西藏的地方 一般都是四倍观音 一般都是四倍观音 他手念的奏 就是大明六日增宴 Omari pa mi ho 就是念这个奏 也有其他的奏 观世音菩萨的奏 非常的多 以前 这个图灯大吉 他传给我的奏 不是大明六日奏 他是 Om ma ni bata mi ho 吹 他传的是说 念 Om ma ni bata mi ho 吹 他传的是这个奏 所以每个地方所传的奏语不同 你到了西藏 到处都是Om ma ni bata mi ho 那个 那个麻泥堆 就是石头堆起来 麻泥堆 另外呢 也就是那个 那个金花 那个金花 吊起来各种颜色的 整个把那一堆的石头 磕了全部都是Om ma ni bata mi ho 到处都有 所以整个西藏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也可以这样子讲 差不多佛教徒 也很多都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变化也非常多 像那个 在日本 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 他的愤怒声 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声 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 也是观世音菩萨发出来的 明王 所以 我到了采雷 在金刚明王殿里面 我是这样子称呼的 中央 是大威德金刚 这个右手方 是大方法王金刚 这个左手方 是喜金刚 三大金刚明王 那五佛 画为五金刚 五大金刚明王 是五佛所画 八大金刚明王 是八大菩萨所画出来的 还有诸天的护法 所有天都有护法战 诸天护法 这样就整个种 全部都称呼 然后再做礼拜 采雷的金刚明王殿 中央大威德 右方 大方法王金刚 左方 喜金刚 然后 五大金刚明王 八大金刚明王 另外还有一尊 中央不动明王 地下还有五射不动明王 还有诸天护法 全部都称呼 观世音菩萨 是八大菩萨之一 他化身的 不只是这些 白色的玛哈嘎啦 白色的玛哈嘎啦 也是他化的 我们念的高王观世音经 也是高王观世音啦 也是他化的啦 所以观世音菩萨 很慈悲的 我以前不是唱的吗 这些 盛世音菩萨之一 这是观世音菩萨普文萍的祭前面那几句 我妈妈也是常常念 观世音菩萨普门评 她每天念 后来她到了南海观音的地方 她就变成了送子观音 跟她祈求 跟my mother play my mother talk wanna have the children 她就会试给你 也是有灵有燕 我母亲是送子观音 手上抱一个小孩 我本人比较常常看到的观世音菩萨 大部分是拿着阳之尽水 就是尽贫观音 拿着尽贫 拿着阳之 一撒 一撒 清净 二撒 自信清净 三撒 一切自信清净 每次都这样子 我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大部分穿 白衣 白衣观世音菩萨 白衣观世音菩萨 因为它主要是白租尊的手 手作 什么叫做白租尊的手作 观世音菩萨 最重要就是白租尊就专门西斋 消灾解恶 要请白租尊 白色就代表着习灾 我们密教最常用的 先习灾 把灾难习掉 就是穿白色 红色就是敬爱 黄色就是争议 蓝色 就是祥福 就是师大法 习真怀疏 就是师大法 观世音菩萨很伟大 也是差不多 所有行者的本尊 每天我都念他的 我没有一天没有念他的名字 跟瑶士基姆一样 都是我每天念的 我每天念的 这个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摇尺经 地藏菩萨 每天都念的 今天我讲笑话了 今天早上小姑的儿子 叫小姑子 是小姑子还是小姑 小姑子也是小姑吧 今天早上小姑子 哪一只兔子对我说 嫂子 这是我哥哥让我送来的 然后他就走了 中午的时候老公打了电话来 我妹妹出差了 让我帮她照顾一下她的兔子 我在上班就让她给你送去 别忘了给兔子 喂点菜叶 她本人啊 这个老伯望着锅里的红烧兔肉 默默的往里面加了一点香菜叶 吃掉了 这个有一位 这位落寞的年轻人 他对朋友讲 我的女朋友 无论什么能力 都比我好 怎么办呢 这位落寞的年轻人讲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她的朋友怎么回答 不要这样子想啊 至少她的眼光比你差 昨天呢 小明坐在这个公车上面 她听到有一对妇女在讲话 你还跟爸爸撒娇 说爸爸 我好喜欢小动物啊 我好想养宠物 这个爸爸没有理她 你还要把音量提高讲 爸爸 我求求你 就给我养一只吧 好不好吗 爸爸没办法就讲了 好吧好吧 等飞儿下车 爸爸给你抓两只小蚂蚁 有一个人去算命 算完了命以后 他就转身就走了 就算命先生跟他讲 喂 怎么我给你算了命 你怎么不给钱呢 这个人回头跟算命先生讲 怎么呢 难道你没有算出 我是一个钱都没有的人吗 他说他身上根本就 连一毛钱都没有 他没有算出来 我们进入主题吧 一 台湾的莲花 东儒问的 尊圣的师尊 应该是尊圣雷藏士的 尊圣的师尊 师父佛安阿弥陀佛 请问师佛 师尊在第169册 师尊在神行中 见到一位在民间的知名艺人 因为邪淫 严有的福寿 前辈消尽 命被勾了 知名艺人知错忏悔 师尊说 知错难有救 西日尊者往东来 窃备文书画影开 东土若无尊圣咒 孤魂难以脱尘阿 这个是蒋尊圣侯母的 叫知名艺人读 这一读知名艺人便随 师尊回到了叶子湖 师尊传唐 罪速捷往生化 便欠化他 福泽之人 罪济邪淫之夜 也就是富贵不能赢 请师尊开示 奥阿弥陀佛 阿弥陀地 索哈 奥祖母索哈 此咒的殊胜功德 二 冠顶过尊圣佛母本尊法 是否也可以持此咒 三 此咒以尊圣佛母的心咒 奥普洛姆索哈 跟老師奥阿弥陀佛母 mast 奥阿弥陀佛母 sal 迪迪摟び尊圣佛母 OM、BROM、ABROM的区别 真的是找麻烦的 另外还有马来西亚莲花月勤 请求师尊教士 杜化知名艺人文章中写 持心真言时观想咒日是抗日 师尊开示 持尊圣佛母咒观想咒日是BROM日 请问持宋 持宋 佛顶尊圣陀罗尼宗的 尊圣陀罗尼咒长咒应该观想 咒日是什么 这些人都是来找麻烦的 传授宋咒时的观想 观想自己的心 化为一个夜轮 夜轮上有一个白色的繁蚊 抗日 放光谱照一切众生 处此光泽 业障消除 身心清净 得大智慧 抗 就是我们常常念这个明观法里面的 南阳抗 那个抗日 抗 就是 佛 空 就是空 这个抗日非常重要 因为有这个抗日就把一切都化成没有 夜障也能够化掉 所以观想这个抗日非常重要 心中夜轮上一个白色的繁蚊的抗日 神圣佛母的手印就是有一点像那个 这个叫做 Staba 是叫做什么 那个塔叫什么 Staba Staba 我都常常念成Staba 真的很难念耶 Staba Staba 这样子的一个像一个宝塔 一个宝塔的这个形状 他的手印 手印就是这样宝塔的形状 一个宝塔 两个 这边两个签 这宝塔印 这尊圣印 Blong 有两个字 Blong Blong 其实啊 我们每天都在念 Om Bling Om Bling Om Bling 它是普方上师教的 所以我还是教大家 Om Bling 真正的就说 Om Blong Om Blong 这是两个字合起来 一个字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 那底下呢 一个五 再勾起来 那樊字是这样子写的 就是Blong 尊圣佛母的星座是 Om Blong Soha Om Amit Ayira Date Soha Date Soha 这位莲花东儒问的 此奏的殊胜功德 尊圣佛母有很多的功德 就跟咒的功德一样 尊圣佛塔的功德太多了啦 你那个按照他的尊圣咒 他安起来的这个塔 尊圣塔 你知道师尊在哪里安哪一个尊圣塔 我自己本人去安的 就是在关岛 关岛的公园里面 有一个尊圣塔 就是我们生活中安的 那个尊圣塔 它可以正台哦 我去安了那个尊圣塔以后 按照那个关岛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塔 它所传过来的消息 自从安了那个塔 十年了 关岛没有台湖 都是在旁边 都是在旁边 从旁边过 在台湾也有安来一个 一个尊圣塔 你看每一次台湖 不是扫菲律宾 就是扫日本 每一次你看那个 那个明达纳尔 菲律宾的明达纳尔 每一次台湖都扫过 然后跟着就 就从东部那边就扫过去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 好像接触到地面 直接就扫到日本 日本台湖很多 这日本真的是很倒霉 好多台湖 每年夏天 至少会形成二十几个台湖 还有很多个都跑到日本 从菲律宾 从关的旁边那里 形成台湖 然后就扫 像今天好像有一个台湖 也是扫从这样子上去 也是到日本 或者到韩国 都没有扫进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雷藏寺 有一个尊圣塔 我在台湾 允居了三年半 我在台湾允居了三年半 我是挂山 连吉丧师 陪我渡过那三年半 那三年半 连一个台湖进来都没有 向神台湖走了 我回到台湾 等我三年半 我一离开台湾的时候 上了飞机 前脚踩走 后脚 刚上飞机的时候 又一个台湖 一个台湖进到台湾来 就三年半当中 连一个台湖都没有 所以跟你讲 这个咒的殊胜功德 至少有一种 它可以震台湖 因为我不能讲太多嘛 我讲太多 今天晚上什么都不用讲了 那还讲什么 你说殊胜功德 多得很啊 我经常念 Om Brom 阿 Brom Om Brom 阿 Brom 第二个灌顶过 尊圣佛母本真法 是否也可以吃死咒 当然可以啊 不然你吃什么咒 这个咒跟尊圣佛母的心咒 跟所有多罗尼的心真言 还有秘密咒的区别在哪里 我告诉你 区别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尊圣佛母心咒 尊圣佛母心咒 陀罗尼心真言 毕密咒 这个就是区别 你叫我什么区别嘛 对不对 你自己去好好区别吧 我常常念 Om Brom 阿 Brom Om Brom 阿 Brom 好啦 讲完了 唱个空虚母的歌给大家听 那个起来唱 那麦克风给他 唱歌啊 不能叫你做什么 哇 Ala-ta-na-a-d condiciones Ala c Goodnight ydiota ta-t wa tu pa cad degrees go et va juinok ti na dara-n Aeg hanga ma Sanangita and dpopular 好 谢谢师傅 真正会唱歌的 他其实 他也会唱歌啦 你也会唱歌吧 没有 会讲那个空型的话吗 会啊 好 那你讲一个空型的话 好啦 请坐了 他是台湾来的韩语 能力很好 他写了一本书 他每天在网络上发表一篇文章 一天一篇 没有停止过 集合起来几个页 他就写了一本书出来 很多人看过他的文章 都说非常好 他那个书可以出版 书可以出版 很有能力的一个行者 他也每天修行 他在墳场 他学师尊 到墳场去做超度 晚上 在台湾的墳场 去做超度 一个女生 他敢去墳场 除了你长得跟他差不多 他一个人女生 每天晚上去墳场做超度 现在谁去墳场做超度的几种 有谁晚上去墳场做过超度 做过就可以了 做一次就可以了 谁去做过 这些光头有人去墳场做过超度吗 没有 你看人家在家居士 而且是一个女生 晚上在墳场做超度 每天决一篇文章 每天决一篇文章 这韩语的能力都好 若文 我知道你是以前唱歌的歌手 你会唱空情的歌吗 不会 那你唱一首现代歌给我们听 不要说我给他 轻唱是比较难 轻唱是比较难 他歌手无所谓 你喜欢的歌唱一条给我们听 你还要等你 我唱一个那个 我最喜欢的歌给你听 好不好 你看多好 对不对 唱这条歌 大家都可以回去 谢谢 他的歌声很好的 白云飘在那蓝天里 你还要等我 我在草原上遇见了你 我在草原上遇见了你 在马射上的人海里 你的美丽比谁都美丽 突然天空下起了雨 人海里我不见了你 心中对你这份爱 还没爱得及告诉你 你是罗家或是独马爱你 你的指缝在那处站立 你就是我欣赏的罗家 雨过天雲一定会找到你 心上的罗家 这条歌本来是很好听的 我没有讲说你唱得怎么样 我只是讲说这条歌本来是很好听 下一天跟老婆吵架 这个老婆换也不足就冲了出去了 不久后她就回来了 把装作汉堡的纸袋放在餐桌上 板桌帘进了房间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这么好的老婆哪里找啊 刚才还骂她 内心无比的愧疚 伸手进到汉堡袋里面 这一抓就抓到一个仙人掌 有一个尼姑啦 因为打嗝不止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以后就讲 恭喜你怀孕啦 尼姑听了 脸色大变 这医生胡说八道 出家人怎么可以怀孕 这气呼呼的就走掉了 医生望着尼姑的背影讲 要自打嗝就是要这样刺激她 自然就好 一刺激她 她会生气 她打嗝就忘掉了 好 我们讲《维摩节经》 虽知无起命 所有的菩萨都知道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起灭就是开始 起就是开始 灭就是结束 菩萨都知道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为了救度众生呢 是必顾有生 为了让众生知道 所以才有所谓的生根实 这一句话 大家稍微想一想 那菩萨都知道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但是为了要救度众生的时候 所以他才显现所有生死 菩萨本身也没有什么叫做开始 也没有什么叫做结束 我是简单这样子跟大家讲这一句 是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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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 他在地域里面就有一个脆微净土 这是一般来讲 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们最有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东方流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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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如来的净土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非常多的名称 但是他有一个严通净土 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叫做严通 严通净土 我们也知道 那个菩陀山 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也是观世音菩萨 南海 当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南海观音 他在南海 他有一个净土 西宪诸佛国的净土 所有的菩萨 都献出他的净土出来 所有的大菩萨 都有他本身的净土 像莲花童子 他就有马哈双莲齿的净土 就有一个马哈双莲齿的净土 如日无不见 就像太阳一样 让众生知道 有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净土 看得到净土 很多人也去过 马哈双莲齿 我们这里 很多人去过马哈双莲齿 去过了几手 去过马哈双莲齿的净手 也不用客气了 也不用含蓄 去过就去过 那边有人净手 是吗 那边有没有 谁去过马哈双莲齿 谁能够翻译的 拿一个麦库红给他吧 谁能够马上翻译出来 我没有去过 但为了参加参加参加 我决定了 既然佛陀在所有人 如果您搜寻它 我会参加佛陀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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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能够马上翻译出来 谁能够帮忙翻译的 很多人懂的英文怎么 他简单的说是说 佛性在每个人都有 所以他代表大家说 因为佛性每个人具足 所以他相等也是有去过进度 他意思是这样子讲 好的 那个很好 韩语 你去过马上双连池吗 那你去过哪个净土 你自己讲一下 你看过每一尊 你都可以跟他相应 你就可以到那个净土 你跟哪一个佛菩萨相应的 哪一个麦克风给他 他自己讲 你最熟的 你站起来讲 我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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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喜初家佛母 伊喜初家的佛母 他有他的净土 另外呢 还有谁 莲华生大士 他有乌金净土 还有呢 瑶瓷金母 瑶瓷金母 他有瑶瓷鲜艳的净土 还有呢 应该还有吧 应该十尊吧 还有吧 应该还很多吧 你虽然跟这几尊相应 但是你有没有 你在文章里面写着 一尊相应 就尊尊就会相应 是不是 所以你应该要去过 很多的净土才对啊 你有去过吗 我有感觉 我好像在 但我不确定 我觉得那就是 画图吧 说的也对 好吧 那你请坐 谢谢师尊 刚刚我坐在法座上 这个大家在修法的时候 我坐在法座上 我看到这个 人杰 人杰 他就在那 就是 就是在那里 我看到人杰 你哪一个纸张来给我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请坐 你请坐 我是在 坐在法座上 眼睛眯住的时候 看到人杰走到我的身边 哪一个纸张来给我看 上面写了几个字 你要告诉我什么 你把你心中的话讲出来 你现在心中最想的是什么 你写在那个纸张上面 工作 工作 你是想要希望很快的 有工作 对 是吗 所以你写一个条纸给我看 说我希望现在要能够很快的有工作 好 你请坐 我是看到他写一个条纸 过来给我 他真的是很紧张 天天想的就是要找到工作 是不是 所以你说我坐在这个法座上面 我也能够知道他 他那个谁的心最急 他的心现在很急着 想要找到一个工作 他的条纸上就是这样子写的 那我就跟他点一下头 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我点头的时候 是在打瞌睡 其实我是真的 我告诉你哦 佛菩萨在这里我绝不虚言 我看他拿一个黄色的纸条给我看 就是希望能够很快的找到工作 我给他点一个头 那大概 既然我在禅定的时候 他走到我身边来拿一个条纸给我看 活菩萨门前 绝无虚言 他上面写的就是说 要赶快找到工作 他心理上就是忧心这一件事情 这是我知道的 我也能够很快的到一个国土去 在这个坐垫上面 我一坐 我就到另外一个佛国净土了 如日无不见 菩萨能够这样子 献出他的很多的佛国净土 那佛国净土在足天上 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 文殊师利菩萨 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僧团 文殊师利菩萨的房间 很多的兵妃进去过 去请教他事情 这个大企业觉得这样子不合宜 也就是在语句的时候 大家都在闭关的时候 文殊师利菩萨的房间 很多的女生来来去去 他觉得不好 大切也告诉释迦摩尼佛 说应该把文殊师利菩萨 赶出这个僧团 释迦摩尼佛就 挥一下手 你看看虚空 佛国净土 出现很多的佛国净土 叫大切也看 大切也一看 每一个佛国净土 都有文殊师利菩萨 那释迦摩尼佛问大切也 你要赶走的文殊师利菩萨 是哪一位啊 是哪一位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表示说文殊师利菩萨 能够显现千百亿化身 在所有的佛国净土 但是菩萨如日无不见 供养于十方 你知道供养于十方 是什么意思吗 你看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本身有 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 能够在一刹那之间 圣着众妙法 饭食金行 圣着众妙法 游行于十方佛国 就是在做供养于十方 做供养 十方我们常常讲十方 就代表整个世界 整个大千三千世界 上方下方 周围八方 就是十方 供养于十方 无量义如来 非常多 算义的如来 饭食金行 圣众妙法 游行于十方世界 供养十方佛菩萨 菩萨能够这样子做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也能够这样子做 这个就是四神族 属于神族通的一种 我也能够这样子 供养十方佛菩萨 能够供养无量义如来 刚刚那个人 那位站起来讲的话 他讲得很对的 再来就是诸佛及己身 无有分别想 所有十方的佛 跟自己 便没有分别了 这个维摩节讲的话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不要老是想说 我是众生 其实你也是佛啊 其实所有的佛菩萨 跟你自己 无有分别想 这位摩节所讲的话 诸佛及众生 及自己 自己的 无有分别想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每天啊 大家 觉那个供养印的时候 觉得供养印 我突然间不会觉 我结成这样子印 因为我平时啊 我在餐馆里面啊 供养十方 我就拿起来 我把短盘子端起来 超过眉毛之上面 这个眉毛上面 一定要超过眉毛上面 供养十方 我是这样子供养 供养印 然后供养十方 佛菩萨 在因恋之间呢 就供养了十方的佛菩萨 供养于十方 无量意如来 你把自己啊 跟佛 都是同样的 没有什么分别想 你自己吃 就等于佛再吃一样 虽知诸佛国 即以众生空 这里讲到空性呢 虽然知道 所有的佛 跟他的国土 都是泛化出来的 即以众生空 众生也是泛化出来的 众生也是泛化出来的 这个佛也是泛化出来的 佛国也是泛化出来的 众生也是泛化出来的 所以一切都是空的 但是不只是在空里面 空跟有是一不是二 不要老是执着这个空 不要老是执着这个空 而常修净土 师尊现在每天修 也是修净土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我躺在床上的地基化 翁仙净脱 翘仙出口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我躺在床上的地基化 躺在床上有个笑话 有一个很胖的一个女生 人家问她说你怎么运动 她说我有运动啊 那你做什么运动 我做仰卧起座 你怎么做仰卧起座的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说仰卧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起座 怪不得她会有那么胖 仰卧起座是这样 师尊躺在床上 第一个念了 往生净土 往生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菩萨常常修净土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再念一个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 阿弥陀佛 已经把所有的阿弥陀佛全部念 每天念她 她不来接我 而是阿弥陀佛私信 你私信于我 对不对 我每天念你啊 你都没有来 那不行 所以她私信于我 不会了 不会了 你念她的名 一心念她的名 她一定会现身 接应你的 这个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你们谁在跟着我念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的 有人跟我做我念的几首 挤高一点 哇 好多人跟着我念 你看 好 谢谢 这是教化于群生 就是在教众生 你常常修净土 到时候你就可以往生净土 我最近修净土 那西方三圣现前 西方三圣 它可以出现在你面前 我看到阿弥陀佛 在前面非常的清晰 看到今天 我们修的观世音菩萨 在他的这个右手边 看到大师智菩萨 在他的左手边 观世音菩萨 拿着净净跟养智 这个大师智菩萨 拿着含苞的莲花 阿弥陀佛自己每一天 他会用无量光来造 用无量光来造 每一天都造 而西方三圣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可以在一念之间 就可以到了佛国净土 看得非常清楚 西方三圣看得非常清楚 甚至于你会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的 那个净净的甘露 甘露一洒 就会滴在你的 这个身体上面 就有水滴在你的身体上面 他只要洒了水 一洒清净 二洒自信清净 就是佛性了 你自己的佛性就清净 三洒一切自信清净 帮众生祈求 一切的众生清净 帮众生祈求 所以西方三圣是我常常看到的 常常见到的 西方极的世界 是我常常念的 它有非常殊胜的净土 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七宝 七从南屯 七从罗网 七从行数 有八光得水 池底下铺满着金纱 池面上莲花大如车轮 莲花上面有各色的莲花童子 然后他那边住的地方 全部都是黄金宫殿 众生住的地方 去那里的 住的全部都是黄金宫殿 然后我妈妈到了西方净土 告诉大家 我妈妈到了西方净土 是我带他上去的 我带他飞行 他过世的时候 我带他飞行 飞到了这个云端上面 他在找东西 找什么 他找人家欠他两千万 我说哎呀 你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要找你 人家欠你两千万 他在云端上面 在找他的两千万 这阿弥陀佛出来了 他坐在这个法座上面 出来 问他找什么 问我妈妈找什么 我妈妈讲说 我在找两千万 是人家欠我的 阿弥陀佛讲说 你看我这个黄金的 法座这么大 还有 法座前面所乡的 那钻石 钻石这么大 这么大的钻石 哇 这个价值多少 问我妈妈 价值多少 有没有超过两千万 他说 当然超过两千万 这么大颗的钻石 怎么不超过两千万 阿弥陀佛就说 这个法座我送给你 然后他就消失掉 我妈妈就上了这个法座 坐在这个法座的正中央 法座跟我妈妈就消失掉 就到南海 辞职灵去 这也是 先与欲钩之 再领入佛道 没有用钻石吸引我妈妈 我妈妈是不会去 去吃之灵的 所以 人有时候是有支扎的 死了还想两千万 所以 他这里面有提到 先与欲钩之 再领入佛道 这是从 《维摩节经》出来的 所以 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也不要烦恼什么 大家不用烦恼 那 你只要能够到佛国净土就好 什么都不用烦恼 七纳理 修三十七道品 你就有神族 你不只是在 凡圣同基土 你可再进到 实报庄严土 报身佛的佛土 方便友谊土 然后再进到 长吉光土 然后再下来度众生 了解到这个 什么心中 你没有恐惧 没有忧伤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在你的心头 什么也不用执着 儿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诸有众生类 行生即威 这个明天再讲了啦 今天讲到这里 欧玛丽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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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